25年超级射手耶利奇在古安横空出世 也成就了一段传奇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国安20年特别节目 国安演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河畔的风放肆拼命地吹 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 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 伤根一叶一叶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之力破碎 吃荒万占据了心扉 有花儿伴着蝴蝶 孤雁可以双倍 夜深人尽不徘徊 当幸福连远 袭来红色奔向喜悦 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仍然渐尽恨之不肯 安歇为带着后悔 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 国安演绎 接眼前文 2005年 沈指回来了 说起来 这是沈祥福指导 第二次正式执教国安队 其实在上个赛季的后半段 结束了国奥主教练生涯的沈祥福 已经成为了北京国安队的总教练 2005赛季 这个走马上任 无非就是组织程序上 进行了一点完善而已 其实早点教练了 沈指 咱说实话 也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 虽然当年沈祥福刘立福北京二福 那这确实是在足球场上冲锋陷阵 但是你现在你指他在赛季之书 就喊出什么 我们要争冠 我们要保三争一 这种口号 这种目标 不是太可能 而且经历了前几个赛季的彷徨起伏 国安球迷的心态 逐渐的被平和了 原来是积极向上 激情四射 我们争第一 我们永远争第一 我们冠军 我们这几年 好像什么夺冠 什么这事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永远争第一 这也不怎么提了 好像在潜意识里 已经接受了 我们就是 不是假A了 中超了 我们就是一中游的 中游球队 完了 但是呢 这种与世无争的心态 其实也不错 为什么 至少给了球队很大的自由空间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大开大合的 2005赛季 这在这个赛季 沈祥福之导 尝试了一种 三四三 这个阵型 懂点足球的都知道 这个阵型最薄弱的一环 那就是后防线 当时 张帅 崔薇 邱中辉 杨浦 这个人能力也都不差 但是 真是后场 叫哥仨 在这个整体防守 互相补防 配合协防 这个方面 实话实说 确实有不少问题 但是当时 国安队中前场 人才积极 阿雷克萨 随东亮 双后腰 这可以说是 打有国安队以来 历史上最硬的腰 你怎么踹都踹不躺下的腰 黄伯文 杜文辉 杨浩 高雷雷 严相团 陆江 商议 这一根青年才卷 也是意气风发 那么最关键的 三四三 顶着前面这仨箭头 您得得分呢 这仨人是谁 耶利奇 徐云龙 陶伟 即便到现在为止 一聊起来 很多的球迷 真是怀念2005赛季那种攻击组合 正是有了正当职业生涯巅峰期的陶伟 他充满灵性的组织 再加上完全从后防线解放出来了 心无旁古一心去冲锋陷阵的徐云龙 这才有了2005赛季 横空出世的大英雄 这是2004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以后 耶利奇从公体回宿舍的一段经历 看得出来 当年以11个进球成为队内最佳射手 并且荣获中超元年同学奖的耶利奇 已经成了咱们北京球迷的超级宠儿了 中超元年打进了11个球 但是那会媒体也说 球迷也说 他浪费机会的能力也挺高的 所以年底回国的时候 耶利奇并不确定 国安队是不是下个赛季还跟他签约 但是国安副董事长罗明 那是慧眼时英雄 他对教练组说了 说耶利奇虽然浪费了不少机会 但是他总出现在应该出现的位置 而且他所谓浪费那机会 设门不是打横连就是打立柱 他具备一个前锋 应有的灵敏的嗅觉 今年就再给他机会 我就不信 他运气还不好 联赛第一轮 国安客场挑战沈阳金德 尽管开场40秒就被对方闪电破门 但是耶利奇灵巧的一挑 让国安不至于遭遇开门黑 第二轮主场迎战上海深花 这是一场不用动员的比赛 八年过去了 球迷们还是念念不忘那个有趣的比分 这场比赛 我们记住了徐云龙霸气十足的突破 让杜威和变军遭遇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狼狼的一次失误 我们记住了中场休息时 与南方周宁韩旭几位老国安的一一息别 当然更多的人记住的还是耶利奇的两个进球 上海足球的克星冉冉升起 第三轮客战武汉 尽管耶利奇继续攻险进球 但是无奈被升奔马一球击败 回到主场迎战青岛 国安取得了4比1的大胜 耶利奇在比赛当中上演了一幕令人瞠目结舌的半场分析 其中连续两次的人球分过 加上面对门将的冷静挑射 成为了耶利奇国安生涯的标志画面 四轮比赛打进5球 耶利奇成为了中超联赛各队后卫重点关照的对象 在此后三轮的比赛中 耶利奇遭遇了进球荒 而国安也仅仅在深圳收获了一场胜利 经过了三轮比赛的折服 耶利奇 陶伟 徐云龙 这个攻击组合开始逐渐找到了感觉 在第八轮的比赛中 国安客场2比0击败上海国际 耶利奇包办两个进球 大家都有拼劲了 打得认真了 那样的话机会就会出来 特别是最后一传 我那就是做最后一项的工作 把它变成进球而已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又重复了 以前在课场打得好的那种状况 回到主场 国安再次面对一支来自上海的球队 上海中帮 打疯了的耶利奇再次证明了 上海足球克星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打进两球 头尾也有一球入上 3比1完胜对手 接着来到重庆 耶利奇在一次任球配合中 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位置 小角度的把球顶尽了对方球门 1比0绝杀对手 进球之前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但是一进完球 我才想起来我这是第十个球了 所以我感觉世上比赛进十个球 是让人高兴的一件事情 尽管国安球迷依旧不敢奢望 在这个赛季去夺冠军 但是至少耶利奇的横空出世 给了他们去现场 为国安加油助威的动力和勇气 联赛再开战 国安主场遭遇山东鲁能 本场比赛也是国安前场三叉戟 最经典的一场球 面对着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黄马 耶利奇和陶伟大发神威 这两位技术意识上乘的球员 在猛将徐龙的掩护之下 分别打进两个球 4比0的比分 赛前谁也没想到 一周之后转战天津 尽管那会儿的京津大战 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火爆 但是让我们记住的是 耶利奇头部受伤之后 缠着绷带继续比赛的场面 尽管耶利奇扳回一球 但是国安还是输了 那个时期的国安课场比赛 对于球迷来说 真是既无奈又煎熬 接下来国安主场面对大连时德 尽管耶利奇继续刷新着 他的进球记录 尽管3比4的比分 看似输得并不难看 但是与班霸大连队之间的差距 还是显而易见 之后的几场球 国安全队和耶利奇的状态 都有所下滑 耶利奇不进球 国安也很难赢球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后防线捉襟见肘 神指不得不把万金油 徐云龙又调回了后防线 经历了几场比赛的沉寂 耶利奇终于在主场 对深圳的比赛中搜紧了 尽管他的进球 没有帮助球队全取三分 但是至少 但是至少曾经那个进球 如实草剑的射手 又回来了 射手就是这样 一旦状态来了 拦都拦不住 在一周之后 进行的与四川冠城队的比赛中 耶利奇大发神威 上演帽子戏法 帮助国安队3比1完胜对手 截至到本场比赛 耶利奇已经打进了18个进球 追平了郝海东保持的 单赛季18球的进球记录 关键是联赛只进行了19轮 打破郝董的记录 只是时间的问题 见证历史的时刻 出现在国安客厂挑战辽宁的比赛中 耶利奇在开场不久 就打进了联赛的第19球 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单赛季进球最多的球员 不过福无双制 祸不单行 本场比赛 国安却遭遇离奇的判法 主裁判在辽宁队一次角球 已经出底线的情况下 判给主队一个点球 其情绪受到影响的国安队之后 方寸大乱 3比2被辽小虎绝杀 在随后的比赛中 叶利奇又在对阵上海国际和重庆立番的比赛中打进两球 最终交出的联赛成绩单是21个进球 除此之外 叶利奇还在中超杯和足鞋杯的比赛中打进六球 堪称国安历史上最高效的射手 凭借着一个赛季无可挑剔的发挥 叶利奇毫无悬念的在年底将中超联赛最佳射手和中国足球先生两个奖项收归账下 这也是北京国安队队取得的最高的个人成就 叶利奇 那大英雄 直到现在 还有不少国安的球迷在怀念他 一方面他留给我们的美好的回忆太多 另一方面呢 叶利奇那种谦逊和蔼低调的为人处事的作风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一个悲剧式的结尾 骑士之后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 在经历了风生水起的2005赛季之后 2006赛季叶利奇和北京说拜拜了 转会去了厦门蓝师队 这件事无论是对于北京国安 还是叶利奇来说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失去了叶利奇的国安队遭遇了进球荒 离开了国安的叶利奇也难负当年之勇 甚至最后还出任过球队的中后卫 这样心酸的场面 让国安球迷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在2006赛季 当厦门队来北京比赛的时候 叶利奇受到了客队球员在北京主场的最高礼遇 尽管厦门队里还有北京球迷的老熟人高洪波和杨晨 但是一个外援得到北京人如此的青睐和厚爱 这种情怀很难解释 在厦门度过了不愉快的一个赛季之后 叶利奇顶着迅速平庸的帽子离开了中超 几经辗转来到德加的科特布斯队和邵嘉一成为了队友 就当北京球迷逐渐淡忘他的时候 在2008年的一个周末 叶利奇通过一场直播的德加联赛又回到了我们的面前 在科特布斯主场对阵拜仁慕尼黑的比赛中 叶利奇独中两个元 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将不可一世的德加豪门挑落下 如此的突然 如此的不可思议 我们曾经的大英雄 在这个夜晚带给我们情感上如此的巨大冲击 很难想象 一场普通的德加联赛会让许多北京球迷在周末的夜晚 泪如雨下 当《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响起的时候 我们曾经和叶利奇一起在公体战斗的画面 历历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真是一个未来 却不知那份爱 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当爱情已经上天残涵 是否再有永远之爱 2005年北京国安队最终排名第六位 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名词 但是在2005赛季 却依旧是我们怀念的一个赛季 46个进球 32个失球 赢12场 输10场 这些数据都说明了 赛季这个情感 胜过了理智 既有北京队的毛病 也有北京球队的精髓所在 在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中 北京国安零比一 不敌 素敌 天津太达 工体改造之前 最后一个主场 没能以一场胜利来收官 也许有点遗憾 但是回首望去 不由得让我们不感慨 或者也算是欣慰 这就是人生 没有遗憾 哪来的希望